请选择 除了这个五号没亮灯 但这时候突然有人爆灯了 会不会是五号阿姨的女儿清清 来我们掌声有请 这位爆灯的女嘉宾 不是原来是八号是吧 来八号爆灯的原因是 对于她健身教练的职业 比较感兴趣 因为我本人是一个健身爱好者 觉得还是想 要自己多勇敢一点 喜欢就大胆说出来嘛 漂亮勇敢 接下来我们再掌声有几其他女 好 好 这个问一下一号感觉她是我的菜吧 坦白说哈我们今天的很多女生跟她在外形上面都很般配 到底他还有什么资料 可以给大家进一步地了解 第二段短片一起看一下 你问我像我这样 个子高身材好的男人 为什么还会单身 两个原因吧 首先我是真接触不到女生 平时基本都是在健身房 交的客人也都是三四十岁 认识不到年轻姑娘 其次我性格比较内敛 不太喜欢接触新事物 别看我长这样 其实我是个宅男 当然我也谈过三段恋爱 分手的原因呢 是因为对方瞒不讲理 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 如果我玩手机没理他 他就会摔我手机 其实我对女朋友 真的挺好的 我前女友的一日三餐 都是我包办的 因为我妈妈是厨师 所以我也烧得一手豪菜 其实我对女朋友 要求并不高 个子身高在一米七左右 长相温柔清纯一点 能够带得清除就行 希望各位女嘉宾 为我亮灯 条件像一米七以上的 一米七左右吧 一米七左右 是穿了鞋还是裸高 还是 裸高吧 裸高要一米七啊 这个身高是一定要的硬标准吗 看人吧 看人这句话好勉强啊 其实我们这里所有人都被怕死了 唯一有一个就是为你报灯女生 她的身高是一七八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好像都不太行啊 她一说看人 看上你就不是问题 没看上你就是身高就是有问题 其实这个是结果 七号 我刚刚在VCR看男嘉宾说你跟你前女友之间是发生争执然后才分手的 那是因为你的前女友脾气太大还是你不能包容你前女友的脾气呢 前女友的脾气也是一方面 我认为我自己也是个脾气特别不好的人 可以脾气大但是不能无理取闹 是你的女朋友脾气太暴躁对吧 对 我持保留态度 她为什么无理取闹 你们平时一点问题都没有吗 很少基本上吵架的话都是 如果当时 如果当时跟你讲说叫你娶她 你愿意吗 愿意啊 愿意娶她 愿意 只能说是矛盾都是慢慢积累的 到后面都是被她放大了 那男嘉宾我想问一下就是 刚才夏老师也说了 说你之前跟你的女朋友 如果说她问你说你想娶她吗 你说你愿意 我这个人促进比较大吗 然后就会再虽然说 我给到那个点了 对 就是她觉得她对前一段那个女的 是不是就是亲爱 虽然说我就是如果说 我跟她能在一起的情况 我是她的未来对吧 但是她的之前就是 之前我没有参与当中 我也没有权利去管 但是人嘛 毕竟会心里有一个小疙瘩 刚才夏老师已经说了 然后我就感觉这个问题 就已经放大了 我现在心里就有想法 夏老师就专业挖坑的 就每次都要坑男嘉宾的 就都会踩进她的坑里 我觉得啊就是 我觉得男嘉宾 她说想娶 她肯定当时是跟她认真的 她是想表达这个 就是她不是玩玩的对吧 但是要真的达到娶她这一步 你肯定两个人还要经历很多 那比如说一个女的天天打她 她一开始跟她谈恋爱事相娶 这女的天天家暴 她必须得跟她分手 就我现在讲 你明白了吗 就她俩成不了 成得了她就今天也不会站在这了 所以你放心大胆的 不 我看到我看到阿姨正在瞪着我 七号阿姨是吧 为什么呀 我是想我要承销深重地考虑一下 因为目前我看不到男嘉宾的未来 我希望我女儿 目前能找一个有稳定的工作 阿姨有可能是 现在没有不代表将来没有呀 妈妈有这方面的担忧 对 这样好不好 我们先进行选择 看看大家最后的决定到底是什么 然后我们再做考量好不好 在你们决定之前 你还是有一点时间 给自己做缘分争取 正如我最近在看了一本书 叫《白言松的白说》 里面有一句话我非常喜欢 也许每个人不喜欢成熟 喜欢的是走向成熟的过程 那么这个走向成熟的过程 是需要一个时间积累 也正如我的梦想 一步一步走 脚踏实地 如果你是我的另一半 我希望把我的全部都给你 如果我们不能够在一起 很感激你能够遇到 谢谢 那各位阿姨还有女生们 到底对这个男生 你们最后的考量到底是什么 亲手相反原来不晚 请考虑 请选择 我发现了一个事情 纯箱的妈妈把灯灭掉了 我发现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因为我看到一号是亮灯了 是吧 然后我们这个八号是爆灯的 但是七号因为刚刚也是爆灯的 为什么突然间阿姨把那灯给灭了 因为这次程潮来找的一项是以结婚为目的 她没有稳定的工作 我现在看不到她的未来 我不希望她们在一起 潇潇 我觉得吧 就是不能只看现状 我觉得现在不好不代表未来不好 我觉得她跟我有共同的事业 我可以跟她一起创业 所以我还是坚定我的想法 其实小伙子各方面都可以 你如果现在要一个稳定的事业 你真是我理想中标准的女婿 可是你没有稳定的事业 不好意思 但是我觉得只要我们可以一起努力 未来就不是问题 我觉得我选择她一定不会有错的 所以我还是坚持 我还是坚持我个人的意见吧 我也不能代表她 她也不能代表我 好 那最后我们就看这个结果 就是陈潮你当然还可以考量 听从妈妈的就待会不到现场 留时间留给你 因为有女生留灯也给你爆灯 所以你依然进入到了男生权利 来 掌声有请 我觉得我可以跟你相处相处 然后我们一起就是努力 然后一个更好的明天 谢谢 我想嫁给爱情 所以我们可以给彼此一个了解的机会 我在这里还是想跟妈妈说 希望她能相信我的眼光和想法 我觉得我跟男嘉宾是 不管是身高外形都是比较匹配的 所以我坚定我的想法 希望你能牵我 谢谢 你的选择到底会是什么 可以牵手其中的一位 也可以谢谢离开 由你来决定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祝福他们 我们来先认识一下心不畏的七号母女 来 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陈思思 是之前来参加过护士专场的 因为那一次没有邂逅到自己的缘分 希望今天的话能给自己一个机会 我喜欢的男生类型的话 就是工作稳定 对我好 然后可爱一点的男孩子 就这样 希望今天能够在现场找到合适的 来 现在请思思回到缘分等待室 好 我叫黄亮 今年33岁 土生土长的南京人 然后现在自己成立了一家参与连锁公司 赵阿姨 说说第一印象 看上去很精神 五号阿姨 他比较成熟的样子 谢谢 这样我们再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男嘉宾 我叫黄亮 南京人 今年33岁 那么在我33年的生涯中 可以用几下几个数字来概括 六十万 我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北漂 在北京找了份牵线员的工作 经过了六年的努力 做到了公司副总裁的职位 年薪六十万 两百万 但是北京的压力太大 我的父母又都在南京 所以我2014年回到南京 投资两百万和人合伙 开了一家早教机构 一千两百万 后来由于早教机构的利润率不高 我退出这个行业 并且把股份卖给的合伙人 卖了一千两百万 一百 去年年底 我把目光转向餐饮行业 做了一家麻辣烫加盟店 入股了三家麻辣烫店 别小看麻辣烫 我的目标是在将来 将我的麻辣烫产业发展壮大 在全国开一百家连锁店 成为麻辣烫巨头 五 为了这个目标 我精挑细选了五名精英 和我共同规划这个事 八 我在兰街有八套房产 都是我名下的 就是这些房子 别说未来的婚房 就是子子孙孙都被我担心了 三十三 二十二 我今年已经三十三岁了 我的父母在我二十二岁的时候 就催我找那些 妈 我知道了 别说了 说了十一年 我今年肯定给你找个好媳妇 这就是我 各位阿姨一定要给我亮灯 基本上就是一个数字人生 这数字好多 阿姨有没有看乱了 从开始的六十万 到后来的这个两百万 然后再到一千两百万 这是她之前的这一路走来的这个经历 不容易啊 南京八套房 八套 各位阿姨 有没有什么想跟她进一步了解交流的 我阿姨先说 就是你这个工作好像一直在有变 是这样的 阿姨 我回答您一下 我的工作 我的从二十二岁大学毕业开始 我的前几年一直是在外企工作 当时是为了一个经验的积累 一直在学东西 我现在我从两年前开始 三年前开始 我一直是在自己创业 自己做各种各样的项目 现在我也是拿创业来的这个资金 重新成立了一家餐饮集团 开始向这个餐饮行业进军 还有我问你 就是大学在南京读的 对 我本科在南京读的 研究生是在香港城市大学的 还有就是我们在上海 这等于也是算两地 你怎么想法 上海不是问题 现在高铁也很快 所以我觉得距离都不是问题 也可以在上海定居 OK 也没有关系 八套房子有没有在上海的一套 八套全卖了 上海能不能买一套 上海的房价也还好 这个上海的房价也还好吗 这底气 你不需要 不需要卖掉南京的几套 你就可以直接在上海买了 是吧 有 夏老师你刚想说什么呢 不是 我刚想说的 就是可能看到很多 很成功的数字 是 但是最打动我一点就是他从一个接线员 对 做到副总裁 对 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上进非常努力的 就因为有这一点我 所以他后面会得到这些我觉得是应该的 谢谢 二华阿姨一直在举手 就是你这个性格呢 就是我女儿比较喜欢 她喜欢就是说比较外善一点的 就说有什么就讲什么 不喜欢性格内向的男生 你妈看什么很中意嘛 阿姨觉得女儿挺合适的 是吧 是吧 谢谢二华阿姨 我们都听了 六华阿姨 你有什么想法 那你对你未来的一半有什么要求呢 首先呢 我希望他比较善良 比较大方 然后能够到我的公司去帮我 我可以把账目交给他 我到你公司 买个麻辣套 那你的意思就是他还要为了你赚 为了你去改他的专业 不是的 阿姨是这样的 首先每个人有选择自己道路的权利 对 这个会给予他足够的尊重 那么他可以到我的公司来帮我 当然这是我期望的 但不是强迫 也不是要求 他也可以做他自己比较开心 愿意做的事 我会无条件地去支持 对 这就是我的想法 好 谢谢 你好 那我问你 您说 你事业这么成功 那你建议养个全职太太吗 完蛋了 我外婆不会让我上去 你外婆是不是喜欢她 我不知道 我外婆可能喜欢她 不介意 我还是前面那句话 我尊重她的任何选择 而且我也不会让她太累 我会给她请保姆 那你这么多年为什么没找呢 婚姻你要有恋爱的过程 而这个过程会付出我大量的时间精力 我之前在创业这个阶段 我每天工作最少16个小时起步 那你不想有一个人帮你分担吗 因为你没有时间去了解 没有时间去交流 所以自然而然的这样的恋情 很难去产生 我想问一下 你说11年前你家里就催你结婚了 22岁的时候 然后你就一直挺住 对 就不找 对 然后就是想先打拼事业 是的 你妈妈催了你多少年 我妈 40年 十几年 十几年 催了我十几年 那你是觉得爱情会拖累事业 影响你工作吗 还是 会 肯定会 那现在你觉得时候到了 对 因为应该讲现在 也算基本上我的原始纪力已经都完成了 应该整个的事业在一个比较稳步的一个发展 然后也不需要自己那样大规模 大精力地去投入 那么空闲时间也会稍微去多一点 你觉得物质条件是一个男人找老婆的底气吗 首先是这样 我一直认为啊 事业是男人的第一生命 爱江山更爱美人这句话是错的 如果说你江山都没了 哪个美人爱你 找一个心爱的人 应该给他最好的条件 而不是让他跟着你受苦受累一辈子 我觉得他有点霸道 有大男子主义 我觉得他应该脾气不太好 刘强都 但是他这个逻辑思维 我觉得男人以事业为重 这个倒是我喜欢的 接下来就看看阿姨蒂伦的选择 要不要自己的这个女儿也好 外申女也好 出来跟他相见 请考虑 请选择 叔叔你比我大整整一轮 他们有追求过你几个 三十个总的 他们都是有目的的 对 我觉得他是不是戒备心太重了 请选择 请选择 我们就问一下一号哈 嫣然 刚刚外婆帮你说了好多好多 我知道 但是叔叔你比我大整整一轮 有可能 我觉得一号现在还停留在那个想要人骑着白马来牵他走的那个年纪吧 估计还不了解就是跟着这样的男人有多幸福 所以可能就要错过了 为了给大家多一点了解他还有第二段片子我们先了解一下再说 我只谈过一段恋爱 分手的原因有两个 一是因为我当时工作太忙 一两周才能见一面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每次吵架后 和解的方式就是刷我的银行卡 我觉得接近我的女孩都是有目的的 比如我刚下班 就有发微信给我 约在某个餐厅见面 这不是为了让我请她吃饭吗 你如何我说 太大 这个周末不加班吧 特别逛街吧 这不就是想让我给她买东西吗 比如和我恋爱了 几个月之后直接跟我说 我爸爸生病了 能借我十万吗 这些女孩让我感觉 他们爱的是我的钱 而不是我的人 我因此一度不相信爱情 也觉得自己不需要爱情 让我鼓足勇气 上原来不晚的原因 是因为上个月的一次发烧 那一天我突然高烧达到39度 我突然发现身边没有人可以依靠 我不想就这样孤独终老 所以这就是我来到原来不晚的原因 我希望能找到那个真正爱我 愿意陪伴我的她 我觉得这一番这个内容出现之后 我觉得应该有很多人 有很多话想要讲 我就提一个问题 就是你说你这个就是 只有一段恋爱嘛 到目前为止 但刚刚后面又说 很多女生这个跟你的这个状况 是什么意思 就是她们有追求过你 对 但是没跟她们在一起 是的 有多少 就都是她们主动 对 有大概有多少是几个 30个总要有 30个 都是刚刚讲到的原因 都是你觉得她们都是有目的的 对 没有一个你觉得是只是因为爱你 没有 我觉得她是不是戒备心太重了 因为她觉得好像每个女生 都是因为钱跟她在一起 有钱 但是有点守财 她连自己的女朋友都不愿意付出 秦秦 5号 刚才的VCR说 女嘉宾都是为了你的钱 那我想在这里说的话 我不是为了钱的女孩 但是如果我喜欢你的话 你也必须要舍得为我付出 我是这样的一个女孩 这是肯定的 谢谢 2号 男嘉宾你好 然后我刚刚在VCR里面看到 你说就是可能会有一些朋友 女性朋友过来给你发短消息 你会觉得是带有目的性的 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会觉得 这些女孩都是带有目的性的呢 首先啊 买东西不是不可以 OK啊买东西 但是你应该让我感受到 你确实是在用心对我 而不是为了达到某样目的 去很敷衍地陪我去走这样的过程 这个是可以很感受到的 心跟心之间的交流 非常容易去感受 太理性了 她就是生意人 太理性了 她就是付出要有回报的那种 她好像什么东西都算得很精明 包括感情 我觉得感情这个东西是算不清的 我觉得可能她还是有一点 注重心灵感受的那种人 就是在情感上 是 她不完完全全是那种 可能有些土豪那种感觉 就是我不在意 我不在意 我可能把女人 只是当成一个附属品 那我觉得她可能 还不是属于这种 她可能还是真心想找一个 真心在一起的伴侣 对吗 就比如她刚才 VC阿里说生病那一段 我就很有感触 我就觉得说自己忙忙碌碌 这么辛苦 也没有一个人心疼自己 我感觉她还是有心理上的需求的 情感需求的 我觉得有的时候是阴错阳差 可能有些人觉得说 你这样子的确从心理学上 你是有点防御 对 可是我觉得就是因为她这个防御 不太新认 所以这几些呢 只错杀了一个 没有错杀好几个 她如果是开放的话 一定结果就是交 然后没时间赔分 交没时间赔分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阴错阳差 我觉得这个反正造就她 这过程中 没有耽误其他女孩子太多 那她现在开放了 她愿意把工作放下了 然后愿意去 开始去打开这个门的话 我觉得是要给她 大家给她一个支持跟鼓励的 谢谢老师 谢谢 接下来的时间 可以再给自己 做一点缘分的争取 如果各位为我亮灯 我可以带你们走遍世界 任何一个你们想去的地方 带你们领略不一样的风景 谢谢各位 各位女生 对于她 你们会有怎样最终的选择 牵手相伴 原来不晚 请考虑 新选择 我觉得会有人亮灯 清晶应该会 没有 她是一个外表很霸道 对感情内心其实是很脆弱的 对 话又说回来 你这个防御真的要放下 你就不是防 不是防你的爱才会出去 你用防的时候人家进不来 你也关在自己的小黑屋里面 真正一个有自信 内在强大的人 他是容纳一切的 他是给人家舒服的 那在过去的十一年 你等于把自己的开关关掉了 我理解的是 就是你可能心无旁骛地 去追求你人生中 你认为最重要的事 但现在今天最高兴的是 不管你有没有牵手成功 你的那个开关打开了 对 我相信 你一定会找到 那个在你生病的时候 会给你地上一碗温水的女人 谢谢 祝福你 谢谢 祝福你 掌声欢送 现在防御心上来讲 肯定是因为这么多年了 肯定是会有一点 专家给的建议非常好 然后我会根据他们的建议 慢慢去调整 可能尽量把自己的心态 等等调整好 我想找一个善良大方 然后可以跟我一起 打拼事业的这样一个女生 然后我也可以带你去走遍世界 所有你想去的地方 也希望电视机前的各位 如果看到 希望能够跟我联系 谢谢 我今年25岁 来自江西 现在在上海一家海外地产公司 担任总裁助理 长得憨憨的挺可爱的 他笑起来还挺好看的 我认识他 不是 我跟他是好朋友 然后吃过饭 阿姨有没有对他的第一印象 吴华阿姨 我们也在上海 给我印象挺好 挺精神 我觉得这个男孩真的挺好的 我觉得性格很重要 就是他很稳 然后很温文尔雅的那种感觉 四号阿姨 也是来自上海的 小伙子很帅 很阳光 同样我们再通过一段短片 来了解一下他 我叫王一雄 今年25岁 江西人 现在上海 我超人 我并不是个健身教练 健身只是我的业余爱好 我是一家海外地产公司的 总裁助理 主要负责接待来访客户 在上海的日子很有压力 也很充实 想要留在上海 更需要加倍地努力 从老家江西到上海 自己经历了很多 也成长了很多 所以我的人生格言就是 没有痛苦就没有受获 除了健身 我还有另一个 最近才平洋的爱好 就是研究美食 无论是健身还是厨艺 我都在努力让自己更得更完美 希望遇到将来那个他的时候 我能够足够优秀 看起来也是一个生活非常健康的男生 喜欢健身 是吧 还喜欢做饭 还喜欢做饭 而且都是做得挺健康的 对 最喜欢的是做给家里人和喜欢的人吃 六华阿姨 我特别喜欢会做饭的男生 我爱人呢就是做了一身好菜 你会做饭 现在你就加分了 四华阿姨 那你以后的打算呢 以后的 自己的安排 自己的怎么安排的 安排的话 是肯定是打算是长久的待在上海了 在上 对 如果能力允许的话 是不是在上海定居的 好 接下来 我们进行第一轮的选择 到底要不要女儿出场 和她有缘相见 请考虑 请选择 有请各位女嘉宾出场 掌声有请 欢迎各位女生到现场 同样呢 这个男生还有第二段短片 我们来了解一下 大家继续接着聊 今天是为了一个人而来的 对 有那种心动的感觉 这就是我想要的 永远 我会得像个小朋友 各位观众朋友们 现在有个好消息 来告诉大家 我们综艺频道的 荔枝朋友轩 携手晾妆频道 推出了姐姐好晾的特别企划 不管你是妙龄的小姐姐 还是熟龄的大姐姐 都需要用心地经营客户 所以每周一到周四 晚上的九点钟呢 你可以看到最科学实用的 美肤技能得到最划算 独家的护肤产品 这是非常实用的 收看荔枝朋友圈 乐享荔枝朋友架 朋友架很优惠的 幻光彩自信 做最亮姐姐 欢迎各位女生到现场 同样呢 这个男生还有第二段短片 我们来了解一下 大家继续接着聊 我曾经无数次在心里 幻想过爱人的模样 在人海茫茫 找到她真的太难了 直到 2017年2月14日情人节 公司的一次见面会上 我遇见了你 圆润可爱 善良开朗 竟然跟我幻想的爱人 一模一样 我鼓起勇气 留下了你的联系方式 得知你还是单身 我高兴地像个孩子 我开始慢慢了解你 也默默地喜欢上了 你的纯真和模样 我发面了你的微博和朋友圈 记下你的每一个瞬间 就像一粒种子 在我心里生根发芽 你说你是个吃货 从来不进厨房的我 学着第一次拿起来刀 你说你要减肥 为了做你的专属私教 我居然开始挑战 ACE美国健身资格考试 你喜欢高跟鞋 喜欢晚礼服 喜欢香水 我就从头开始 一点一点了解 我还知道你有个姐姐 而我恰好有个哥哥 你的爸妈 一个属蛇一个属龙 和我的父母也是一样 我们之间 有这么多的相似之处 连我的手机里 都存门了你的专属表情包 但我没告诉过你 我喜欢你 因为认识了你以后 我就变成了胆小鬼 2017年3月10日 我鼓起勇气 以工作为借口 第一次约你出来 第一次和你吃饭 第一次和你逛街 我不敢向你表白 怕你觉得我太轻跳 对感情不认真 我以为就这么守着你 你应该也会慢慢喜欢上我 但你却告诉我 你参加了圆内不晚 去相亲了 你一次次为爱爆灯 一次次勇敢地走出那扇大门 其实你挺可爱的 但是不好意思 却一次次被拒绝 我的心里 不知道谁该庆幸 还是心疼 没有关系啦 今天是为了一个人而来的 对 我跟他认识的是 上次公司展会的时候 刚开始的话 第一眼见到就感觉 有那种心动的感觉 当时只是 我很腼腆地留了一个联系方式 到了后面的话 是在上一次去必胜客 那次是简单吃东西 然后通过交流的过程当中 发现 就是共同点实在太多了 我感觉就是 实在太巧了 然后后面吃完东西 陪他一起去 买衣服逛商场 然后他左侍又是 吃了有四五套衣服 每一套风格出来 都让我眼前一亮 让我碰然心动 就从那一次逛街以后 我就当时心里就想 这就是我想要的 是我的另一半 是 因为其实我对他是有点动心 但我如果他真的愿意跟我再喜欢 我会愿意好好在一起 今天来之前 我特地的准备了一个 是 小李 我知道他一直比较喜欢 粉色的东西 帮助他的穿着 是 谢谢大家 她的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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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神奇 就是幸福来得很突然 今天准备的礼物 传着你喜欢的粉丝 我知道之前 没有男人送过你玫瑰花 我想做第一个 也是最后一个 好感人 我想哭 对 我说这个男的火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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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盖起来 爱的力量果然是最大的 这证明我说的话了吧 哪一句 不是有些人 他不敢去表达 去按按钮 我说你一定有爱 就要表达出来 就算被拒绝 因为你表达爱的能量 是出来了 那另外一个对的人 他就会出现 所以每个人 都要勇敢地相信爱情 这个世界 一定有一个人 是专门为你而来的 如果现在还没有等到 没关系 只要你相信 这个缘分一定会来 因为原来不晚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 本期的金世人 原来不晚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 要幸福 好圆满啊今天 好圆满啊今天 对啊 回头你要赏我师父 最终你们他们怎么了 看他们废什么话呀 到底是男的还女的 像那个蜡皮小型 先左后右一级 富弹大学研究生二年级 法律专业 初中数理化就没有及格过 所以我很崇拜你 你是来女艳文科生的 刚刚又做了一件 冒险的事 她居然她妈在旁边 都不告诉她 就按了灯 更多精彩 近在6月9日晚 金世人原来不晚